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凯文 我又来了 看到今天的阵势了吗 我的天哪 对了 今天我们依然要使用混元视频模型生成AI视频 并且使用Laura风格模型生成人物一致性的视频 再加上我们之前使用的Tcache缓存加速 对整个生成视频的过程进行两倍的加速 今天这一套流程我们会使用在谷歌的云计算平台上面 这一套流程我们只需要手动设置一次就行了 不使用的时候就把它关机 下一次使用的时候一键开机 一键启动 不需要重复下载模型 非常的方便 而且谷歌现在依然是免费赠送1300美金给免费注册的账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羊毛的机会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我现在要开车了 你们坐稳了 我们可以搜索GCP 就能找到它的链接 我来快速的晒一下我现在的账单 点击Building 你可以看到我最近使用了6.02美金 然后这个花费全部是从它送我的那个免费的额度里面扣除的 我并没有花任何一分钱 然后我点击这边左侧的Credits 就可以看到 它送我了1300美金 我现在还剩1292.62 回到主页 然后点击三个横杠 点击Vertex AI 我们要在这里创建运行环境 点击Workbench 然后点击下面的Create New 再点击Advanced Options 这一项地区 你需要选择距离你比较近的服务器 那我这边就选择美国东部或者西部都可以 这里呢 你就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去选择比较近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要更改这个地方 Machine Type 这里呢 我们要选择显卡 我们选择GPU 然后在下面 今天我需要使用好一点的显卡 我选择这个英伟达的L4显卡 然后这里有一个对比 看一下 这是T4L4还有4090三个显卡的对比 4090肯定是这里最好的 它的显存是24G 然后L4显卡显存也是24G 但是它的Cuda的内核没有4090多 但是呢 它比T4要好 这是今天我们要用的显卡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高一点的内存 默认的16G的内存 我们选择选48G 然后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价格是0.856每小时 这个无所谓了 毕竟这个钱是谷歌免费送的 我们直接点击Create就行了 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这个OpenJobit Lab 这里有一个默认的文件 我们不需要它 可以右键点击把它删除 把它删掉 然后今天我们会有用这几个代码文件 我准备了三个 第一个是首次使用 就是我们第一次需要配置环境 就是配置完以后 我把模型还有Laura模型下载之后 用完我把它关闭 然后明天我还想使用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重复操作这一步了 我们就用这个非首次使用 然后还有一个下载器 是用来下载模型的 我们把这三个文件直接全部选中 然后把它拖拽到这个窗口里面 从开打开这个首次使用 而这里直接点点击Select 你只需要设置一个东西 然后就能一键启动了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CVTag账号上面的token 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的token 每个账号都有一个 它的设置非常简单 我们来到Selected的网站上 点击你的头像 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来到最下面 API keys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这里名字随便给它一个名字 点击保存 它就会给你创建你的token了 然后看到之后 你把它保存下来就行了 然后回到我们代码的地方 把你的token拷贝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别的什么东西都不用动 然后就一键启动就行了 我们点击Run这个按钮 然后下面选择RunAllSales 点击它 然后这里就已经开始运行了 我给大家默认设置了五个风格模型 它们分别是Lisa的会员 Laura模型 还有权力的游戏里面的 龙妈的这个Laura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边快速的看一下 你可以在CVTag这个网站上搜索会员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用的就是Lisa的 这个Laura模型 然后在这里看到它的类型是Laura 然后大小是153MB 它收到的评价还是挺好的 应该质量不错 这个我还没有使用 等一下我们一起运行看一下它的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Laura模型 就是全游里面的龙妈 第三个是Fukuda这个Laura模型 文件都不大 这个也是170多兆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制作的Uri这个 看起来也不错 下载量非常的高 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所以当我们运行完之后 这些Laura模型都会已经下载到 物件夹里面了 好了它现在已经运行完了 我们来到这个最下面 可以看到出现这样的字样 Starting Server 如果你还有别的风格模型想使用的话 第一个方法就是使用这个下载器这个代码 第二个方法是直接从你的本地的电脑 把它上传上来 我们先看一下下载器 双击把它打开 然后在下载器这里 你也需要配置一下你的CVTAI账号的token 把它拷贝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鼠标放到第一个这个代码框 然后这里有一条竖线 代表我们已经选中它了 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运行符号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步就是找到你需要下载的这个风格模型 比如说我们需要下载这个LISA的这个风格模型 我们找到它 然后右键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然后拷贝它的地址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下载链接闪掉 然后把新的下载链接拷贝在这里 然后这是一个风格模型 所以需要放到Lauras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名字的话就随便给它一个名字 注意不要和之前的名字一样 如果文件的名字一样的话 它会把之前的文件给覆盖掉 所以我随便给它起个名字叫666 然后鼠标放在这里 这里有条竖线 代表我们选中它 然后点击三角形运行符号 然后就下载 然后就下载完成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从你本地上传 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代码运行完之后 这里多出来一个文件夹 就是configui 是吧 我们可以双击把它打开 然后模型都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models双击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刚刚下载的都是风格模型 它在Lauras文件夹 双击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所有的模型 所以你只要本地上传也可以 但是这个取决于你的网速 我们可以使用了 然后点击这个首次使用这个文件 然后来到最下面 点击这个链接就行了 把它打开 然后点击这个进入 好的 现在已经打开了 这是它默认的工作流 首先设置一下语言 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点击agl 在这里选择你喜欢用的语言 再设置一下预览 我们点击管理器 然后预览方法 我一般选择这个倒数第二个 lightened to RGB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关闭 现在就可以了 让我上传我们要使用的工作流 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是混元的模型 加上Laura 而且还有Tcash加速这个工作流 我也会上传 然后分享给大家 悬中这个工作流 把它拖在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报错 有缺失的节点 这个没关系 我们来一起把它补上 出现这样的红框 就是有缺失的节点 处理起来就很简单 我们点击管理器 然后点击这个 安装缺少的节点 然后它能检测到 这两个是缺少的 我们选中这个按钮 两个全部都选中 然后点击install 然后把这个关闭 最后刷新一下页面 这里是我们的混元模型文件 我现在设置的 这个视频的大小是 432x768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选择 风格模型的地方 我们点击一下 就能看到 我们下载的所有的风格模型 都在这里 这里我先用Lisa的 这个作为演示 选中它 然后这里是模型的强度 1.0是默认的 可以调节这个强度 还有这个地方 上期视频我讲到 用这个tcast进行加速的 它这里我默认的选择 1.6倍加速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Q 让它来开始生成 第一个视频 看一下能不能工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如果想要保存的话 可以在这个上面点右键 然后点击open preview 然后点击这个 就能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下载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confi UI文件夹 所有生成的东西 都会在这个output文件夹 装机打开它 然后这个就是视频 视频文件 我们右键 点击download 也能把它下载下来 把这个结果保存一下在这里 右键点击 点击复制 就能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放在这里 方便我对比 然后我再换几组提示词 看一下效果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总的步数 我现在用的是73 然后这个数值 必须是4的倍数加1 比如说73 它就等于4乘18加1 这个数一定要这么样设置 否则的话 它的生成可能有问题 我们总的步数是73 这帧率是24 所以73除以24 大约是3秒的视频 就是这个步数和这个帧率 取决于 就决定了 你最后生成视频的长度 好了 小伙伴们 我又生成了两个视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觉都有了呀 这不都有了吗 已经麻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流 给保存下来 下一次使用的时候 它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点击这个存储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这样就已经保存了 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次我们开启的时候 它就已经在这了 然后现在我们试一下另外的 我现在要把这个运营环境关机 关机之后 我们下载的模型都还在 然后下一次呢 我们还可以重复使用 我先把这个关上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的运营环境还在运行 我们选中它 然后点击这个stop 然后现在呢 它就正在停止 然后下一次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开机就行了 现在服务器处于关闭的状态 现在让我们把它打开 点击这里 然后找到Vortex AI 然后点击workbench 选中它 点击这个按钮start 好了 它已经启动了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打开 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二次使用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配置好了 所以呢 我们这次要使用这个文件 非首次使用 我们双击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两个文件可以把它关闭了 启动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鼠标放到 这个代码框里任意一个地方 这里有条竖线 代表我们已经选中它了 然后点击这个 三角形的运行符号就可以了 点击它 当我们看到starting server这样的字样 就说明它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启动了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 好了网页已经打开 语言还是英文 我们这里还需要设置一下语言 这里其实是中文 那我们选中这个中文 然后刷新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变成中文的 好了刷新一下 它已经变成中文的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看看我们保存的工作流是不是还在 它们都还在是吧 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流都还在 然后之前生成的这些视频的缓存 都还在 我们现在来快速的生成一个视频 看一下我们的模型 还有风格模型是不是还在 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应该是没问题 如果模型不存在的话 现在肯定就报错了 说明这一切都没问题 所有东西都还在 所以第二次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我使用的这些提示词 然后工作流 我也会上传 所有东西都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